我們再來做一個腳管Q度的測試 再來做一個腳管Q度的測試 接著我們來做一個腳管Q度的測試 現在腳架是呈現一個最高的狀態 我們看看腳管算是一個偏鬆散的狀態 他可能關節沒有鎖得像是你手擰得這麼緊 就是裡面中間還有一點點的近隙微微的晃動 但是還算可以接受啦 沒有到整個結底 但是這個Q度感覺不是管子在Q彈的折 因為這是碳行尾嘛 所以他其實還蠻脆的蠻硬邦邦的 那動應該就是關節鎖定裝置的地方 他在微微的晃動 算是還OK啦 那整體腳架應該還算可以接受 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壞啦 也可以這麼說 如果把腳架降低了一些 如果把腳架降低了一些 這個腳管 把腳架降低了一些 我們這個腳管還是有微微的晃動 我覺得他是在關節的部分 看到嗎 他的支撐啊 就是還是有一點沒有那麼緊 還是有微微的晃動 還是會微微微的在裡面晃動 這個機構啊 機構晃動的部分 那還算可以接受 就這樣 那我們把我們的腳管降低了 那我們把我們的腳管降低了 一些之後我們還是有微微的軟Q 我們把我們的腳架降低了一大截之後 我們把我們的腳管還是有一些微微的晃動 就還是看得出來 就還是看得出來有一些微微的晃動 那我覺得還是這個關節的部分 他的這個鎖定機構 就是沒有這麼紮實啦 沒有像是你平常手擰的那樣子 可以轉得超緊 這個中間還是有一點微微的晃動 這個機構沒有到非常非常的緊實 那如果就是 那我們把腳架降低了一些之後 我們的腳管還是有微微的晃動 就是你還是可以感受到明顯的晃動 那我還是覺得這個機構 可能就是沒有太紮實 就中間還是有一些微微的空隙 可以讓這個腳管這樣微微的晃動 那還OK 那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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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把腳架降低了一些之後 腳管還是有微微的晃動 就是整個還是有一點 在中間這個機構的部分 中間關節的部分 還是有一點點空隙吧 就是它沒有壓這麼緊 所以你的腳管跟腳管中間 它還是會微微的晃動 那算是OK 但是就有這個小小的細節 需要注意一下 那我覺得這個YCO年Pyntar這個三腳架 就是打在一個正中間的一個完美的正中間的市場 就是你要拍照片也可以拍影片也可以 那你如果要拍攝照片的話呢 這個腳架就稍微有點重了 它是3.5公斤的碳纖維 3.5公斤的碳纖維 平常的碳纖維腳架 頂多超級無敵粗 已經超重了 頂多3公斤 3.5公斤應該是市場上還沒有看過 這麼這麼粗湧的碳纖維三腳架 但是就是粗湧啦 那腳管也還蠻粗的 就重量是一個缺點 如果你要旅遊啊或是幹嘛 你就肯定不會帶這個三腳架 你會累死你自己 但是你如果喜歡這個方便的高度調整 腳管設計的話 拍攝照片也是蠻OK的啦 那你如果要拍攝影片的話呢 拍攝影片的話呢 這也是一個還蠻特別的 就是你上面有一個75mm的碗工 可以讓你放各種油壓雲台 那你也要放這種平的油壓雲台也OK 就是上面有這個Coconut這個雲台 可以讓你去調整我們的油壓雲台的角度 因為你平常平的腳架 是沒有辦法調整油壓雲台的角度 那這種放上了Coconut 你就可以調整油壓雲台的角度 或者是你直接放到一個75mm的碗工也是OK的 那拍攝影片這個三腳架 就是算是一個非常輕巧的三腳架 那你拍攝影片呢 很容易就 簡單就超過3.5mm 可能兩管三管的 四管的之類的 各種三腳架拍攝影片的都有 那這個有這麼高動機性的 可以高速調整你的高度調整的 應該很少 就除了那個殺去吧 殺去嗎 殺去 等下 等下 請 好 看看 每次 這裏 都 對 每次 都 都 這個 是 一 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杀雀 flowtech的快速调整角度的拍影片三脚架 那一样它也有75mm的碗弓 那它好像也有100mm的碗弓 两种版本 那现在目前YCU年只有75mm的碗弓 就是一个先走 对啦杀雀 flowtech 对啦杀雀 flowtech 这种快速调整高度的拍影片脚架 那就是 有另外一个竞争对手啦 对啦杀雀 flowtech的碗弓 对啦杀雀 flowtech的碗弓 对啦杀雀 flowtech的碗弓 对啦杀雀 flow RIGHT 我到了啦杀雀 değer的碗弓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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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